欢迎再度回到Golf Center 我是JoJo 过去众星一直都摆在美国冠巡赛的长春之光 卢建顺 近年来因为陷入低潮 导致他本季被迫得调整战场 改从本土的职业赛出发 卢老师认为最大的原因还是心里那股劲始终提不起来 而他也希望看看是不是能借由和宝岛年轻好手同场竞竿 来找回当年对冠军的那份渴望 赶紧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2015年的台湾长春风关战长春PGA锦标赛 卢建顺打来是轻松血液最终以八杆之差强势封王 而包括7月份的富邦赛在内 他去年一共在自家这下两胜表现颇不赖 不过对早已晋升世界长春最高殿堂的卢老师来说 在宝岛战场拿冠军 除了满足外籍的期待 其实很大程度 应该是想找回昔日在美国的那一份自信 因为他今年在冠巡又只能持半卡出赛 我还是新尼亚发展比较好一点 职业那边你的奖金就知道可进可不进了 如果可进的话就是保那边 如果不保了我们就保这边这样 盘算着台美间的赛程 言谈中不难听出卢老师对美国长春的渴望 话说两年前他可不用这么费心 看开冠巡战绩 可以发现这位长春名将从2010年转转冠军后 前三年每年最少有一次第二 也就是问鼎冠军的机会 不过2014年后表现开始下滑 2015年起结束连5G的全卡顺份 持半卡继续奋战 但成绩确实开始回不去了 这一点除了出赛频率不固定 手感难以为之外 卢老师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心里再搞怪 打球都有一个舰带棋 打了六年就天天做同样的事情 也鲜啦 练球也是有在练 但是练的就是这样 舰带棋提不起那种 刚刚气那种战斗力 要战斗力提升就是 还是看你的想法 再有那种进就是好 我在拼年轻的那种进 可能进又来 今年的男子台勋奖金大家码 根据卢老师的安排 至少在5月前他都会留在台湾 希望借油和宝岛的 夏蕾娜帕阔摩尔 来找回当年干劲 再司机回美瞄准冠群首冠 跟年轻人在打几场 那种健康会提得起来 提不起老师 反正体力也都在保持嘛 就是等进来 大家期待都是 可不可以赢一场 有那种心里常去赢的那种 很期待但是要怎么去做 怎么去提那种进 卢建春接下来的行程 有可能就是5月的 仰德长春公开赛 以祝福这位长春之光 能早日突破低谷 重返昔日荣光 又到了George教练的提示能时间咯 这次要教大家的呢 是训练我们的平衡感 同时也是训练我们 控制身体的能力哦 可以帮助我们更集中精神 来稳定动作 如果你想在球场上 随时随地保持最佳状态的话 就一定不能错过 今天的提示能教室哦 想让体态越来越漂亮的你 赶快去找George教练 一起来运动吧 欢迎来到高球提示能教室 我是George 这一次是要教大家一些 有关我们平衡感的训练 那前几个礼拜啊 有教大家我们腹部核心的训练 那如果大家都有在练习的话 那今天的动作一定难不了大家 今天的动作主要会靠我们的核心来收紧 然后借由我们的杆子来做辅助 然后来做我们的一个平衡感 那我们接下来麻烦我们的小助教来帮我们一起 动作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杆子拿到胸前 好拿到胸前之后我们手稍微再往前一点点 好那我们一只脚抬起来保持一个稳定 稳定好了之后我们稍微往外开 身体一样保持面对镜头面对前面 好我们多做两下 好继续再做两下 好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核心要紧缩 然后我们重点支点放在我们的腿 单一支撑点的腿上面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的核心去用力 然后我们视线看着前面这样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换脚试试看 对 杆子拿在胸前保持平衡 脚踩稳之后 往外开 推往外开 然后回正 然后动作过程中啊我们下巴收 视线拧向前方 然后我们的背是保持一个直线的 很好我们再做几下 对 好我们过程中动作都放慢 千万不要做快 呼吸要保持自然且顺畅 然后另外一边我们再做几下给大家看 我们连续一边做个五下 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 我们核心缩紧以后的动作 好来右脚先抬起来 好往外展开 回来 外展 回来 外展 回来 手都不用力 轻轻打在前面就可以了 五下做完之后我们下去 对 然后换另外一只脚起来 对 记得这时候我们的背部都要保持一个平面 视线拧向前方 然后再做五次的外展 对 很好 慢慢做 然后这个动作啊 可以慢慢练习我们的核心的一个平衡和协调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慢慢往下放 好那今天啊 第一个动作就是让大家比较习惯说我们的核心缩紧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在我们脚抬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平衡感自然就会比较差一点 那我们借由竿子的辅助还有视线的凝视 来帮助我们核心缩紧 还有平衡感更加强 好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啊我们训练我们平衡感的第二个动作 我们会稍微增加一点难度然后由我来示范给大家看 可是动作跟刚刚很像哦 一开始 拿在前面 好一只脚抬起来 抬起来之后我们背部打直核心紧缩 呼吸保持顺畅 脚往前抬 慢慢缩回来 往前抬 缩回来 核心用力我们身体就不容易倒 好 脚踢的时候踢到最前面 慢慢回来 这是我们单边的一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核心紧缩的时候 在控制我们的平衡会比较好做 那接下来我换只脚做给大家看 一样动作拿好 脚抬起来 核心用力 然后往前抬 往下放 往前抬 往下放 吐气 吸气 吐气 吐气 吸气 好 在这个过程中啊有些人可能会发现 你在做的时候你的腿可能会抖 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 因为平常可能腿部的激励 或是我们在训练核心的时候没有那么的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藉由这样的动作顺便来检视自己 自己的核心状况或是我们的平衡状况 Obo OK需不需要加强 那我接下来再做几次给大家看 好一样哦 拿在胸前 单脚抬起 好了之后 核心紧缩用力抬出去 吐气抬出去 吐气 吸气 吐气 吐气 这样也是一个可以好好训练我们的一个平衡感的一个动作 那接下来大家都会了前两个动作之后 我们第三个动作稍微增加 不同的变化和难度可以给各位球友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可以一开始一样拿在胸前 然后我们的脚一样抬起来 我们脚抬起来的时候 然后手往上 好慢慢往下 手往上 慢慢往下 好过程中一样保持呼吸的顺畅 不闭气 背打直 视线凝向前方 好 因为这个动作啊是一个上半身动态的过程 那我们刚刚做的都是属于下半身在动 那我们藉由上半身和下半身不一样的一个动态 就可以了解自己的平衡感 在哪边需要做些加强 今天教的以上这些动作啊都可以帮助我们平衡感更好哦 像是我们在打高奥夫球的时候呢 我们在打崎岖不平的地面 或是在打砂坑球的时候 都可以让我们表现得更好 因为我们平衡感都有做加强了 那除了在打高奥夫球的时候啊 像是我们在打羽球的时候 打羽球的时候我们的米质步伐 如果稳定的话 我们平衡感再加上来那当然就是没有问题啦 像是我们在打网球的时候 好如果我们的平衡感好 当然回击的时候会让对手更难接 那当然其他运动还有像是排球啦 在打排球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扣砂方面 或是在我们救球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平衡感加强上来了 当然回击的时候 或是给我们 自己队友扣砂的时候 当然就会 更容易得分啦 那当然除了这些球类啊 还有最后在篮球方面 如果我们表现得好 我们核心稳定 平衡感上来了 那我们在做打篮球的时候跳投 或是做拉杆动作的时候 当然就可以表现得更好 回去之后大家要记得练习喔 今天的Golf Center要到这边先告一段落了 本周即将开打的纽澳梁精英赛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详细的转播时间 欢迎大家随时 连上博斯官网和我们的粉丝团查询 下周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Golf Center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高球动态 我是舅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